黄柏的造型 这边头发跟着动着 就已经成一块了 就之前下了不少功夫在造型上 脸上 牙上 我看牙上 嘴唇是耳朵 耳上有冻伤那个胶 脸上有乳胶 然后嘴唇上有甘裂胶 然后眉毛这有刀疤胶 然后那个牙齿上有黄牙水 还有那酒精胶 什么都一层一层的 每天 这多难受啊 就连吃饭什么都吃不了吧 就是你要那个 一开始还用吸管喝水 因为那一碰水的胶 就鼓起来了就掉了 后来管不得了 就 因为实在太苦了 这戏 真的是太苦了 后来就 每次 一开始吃饭还泄 太麻烦了 就索性不泄了 吃完饭 一发现那胶已经全没了 全咽了 这戏是在那个 一蒙山区吗 你们当时是真住在 那个山区里了吗 就是能苦到 我们是住在县城里头 然后每天到那个 山区的那个村子里边去拍 会偷老百姓家的鸡翅吗 就很多演员都说 你在山庄里 你是被电影中毒中太深了 想问说 演员的那个生活条件 好不好吗 吃的好不好 我们会买当地的土鸡蛋 收当地的土鸡蛋 下次拍电影是叫你去 然后 他就变成偷鸡了 有没有鸡让您偷一下 两个人看多了 我要告诉记者们一点 就是其实我们刚刚讲 这些什么生活条件上的艰苦 或者是拍戏艰苦 这个是次要的 他们碰到的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就是在跟一位特殊演员 对戏的时候 这个问题很大 因为这个演员他太大牌了 最牛 对 真的是最牛的演员 这个 这位牛演员今天 没有办法请到现场 路途太遥远 四条团也跑不过来 跑不够大 演播室有点小 那个牛是1700多斤 牛演员 1700多斤啊 对 就是你想想我们去奶牛厂 看那产奶量大的 一个一次就 一天一个奶牛产80斤奶 你想想 对 我生活中长这么大 也没有见到那么大的牛 是 就是什么 如果这么大的牛 如果他不想动的话 谁碾他都动不了了 那肯定是 而且最主要是我们这牛 其实不是用了一头 我们用了一开始找了七头 实际一直跟我们拍下来的 有四头 这次还要挑选一下 在众多牛演员当中 对对对 我们的主要演员 就那个七号 因为他有编号 七号 对 有一个四号 七号 还有一个200几 是不是 就是不同的号码 它是牛身上带的 然后更重要是 我们这牛 还有一个胸弟 就是 对 因为我们那个大牛呢 就是最大那头牛呢 局部不是太好的 因为我有很多 有挤奶的镜头 什么的 因为毕竟拍的是 这头奶牛 所以还有一个 就局部不错的 等一下 刚刚反应过来 不是 那这几头 这七头牛就能分辨得出来吗 比如导演或者是 还能分辨出来 是吗 一向在电影角色中 受惯欺负了黄渤 这次依旧 没能逃脱 苦难的命运 在电影斗牛中 不仅要承受 被眼泥打的痛苦 与另一位 对手演员 牛的搭档 更是让他苦不堪言 这位大牌的牛演员 不仅拍戏 经常不配合 弄伤黄渤 更是狠上加狠 但四个月 和牛的相处 依然黄渤总结了一套 对付牛的专业分裂 怎么回事 给他换来一下 你先走一走 这几号牛啊 这里边有两个 上一场那些四号 这个是七号 真的没人啊 那个脚是真的被踩到了吗 真的被踩到 1700斤 然后分配到四个题目 是多少钱 能算是哪 那天不能拍戏了 估计是 没有 巧妙地绕过了 这个三数字 你们之前导演已经说 我们要有这段 牛踩你脚的戏 还是说 猛然就拍一拍就踩到了 没有 有 这就是 导演当时没有 找点脚踢 这个镜头要这样拍 要这样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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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踩头回 反正得等着 等你什么时候把那牛 聊得不开心了 还真的踩上去 把那镜头扎 那也踩了好多人 黄膊第一个 踩肿了 先回去 换人 就这样 还有小气吗 当然了 他有保险吗 保险额度高吗 什么保险 就是被踩到之后 医疗保险什么的 医疗保险 忘了 这个事哥保了吗 他说的 那都是特别大的电影 反正转比有 但是很小 什么好看 我都icide 请一句话 请一句话